圣言圣宴 饥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 我们的心可慕更多地认识你 更多地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查考圣经时 心灵得到饱足 像享受丰盛的研习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茶经节目 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景象上 刻在心安上 除了我站立 我请为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 我是袁折扇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宇恩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们透过良友所自播的 圣言圣宴这节目 我们一块来 借着小组茶经的方式 我们来探讨喜乐途径这本书籍 更重要的不仅仅是一个节目的播出 也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查考 好比在小组茶经里面 可以有一个读书会 或是一个专题的探讨 今天我们进入到 喜乐途径这本书里面的第三章 上一回我们已经谈到的是独处 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这个有关于独处 在独处的过程当中 不是只是关起门来一个人孤零零的 这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独处 可能会有的一种观念 但是在我们今天要分享交流当中 我们要提到什么样叫做独处 那么上一回我们也谈到了 很多时候跟一个好朋友静默 一段时间会不会太尴尬 有人会尴尬 有人不尴尬 不告诉你是谁了 因为你上回听 你就知道我们谁会尴尬的 但是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 当我们知道独处 能够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 特别是属灵生命当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的时候 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操练 接下来作者继续讲 他说因为我们跟朋友之间 有些互动的时候 是一种交流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不论朋友对我们的生命 有多大的影响 他们并不能实际的来操纵我们 同样的我们也不可能去操纵我们的朋友 任何一个人都应该知道 我们是没有能力去操控自己的生命 最后我们也都知道 操控生命的力量来自于另外一种能量 我们知道人类不过是注定会死的 我们最好的朋友明天不一定还在附近 他可能会搬走 但也有可能也会去世 可见没有任何的保证 或是能够告诉我们说 朋友一定可以帮助我们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一个神圣的朋友 不就是让我们感到极大的鼓励吗 你能够想象有一个朋友 他不会被任何限制的一切事物来限制住 那位朋友是谁呢 就是神了 所以感谢主啊 我们都有这位特别有能力的朋友 那么现在呢 那其实作者在这个书里面提到他说 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独处不是在一种单独的状况吗 好 那么到底是不是一种单独的状况 或者说独处是不是把所有朋友都排除在外了呢 那有关于这方面的想法或是看法呢 那力行来带领我们读作者所说的这段话 作者说 现在你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 独处不是在一种单独的状态吗 或是友谊与我的独处有什么关系呢 你怎么能在任何人的面前独处 甚至是在你最好的朋友面前呢 作者说 这个问题问得很恰当 人类的独处要求你要孤独 甚至要离开你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们常常将独处误解为孤独 因为它单单被视为离开朋友 现在我要你思考的是 那种借着与神亲近而达到的独处 我们一定要与神产生关系 才能在属灵的意义上来了解它 实际上它是与神在一起的行动 就好像花时间和一位非常亲爱的朋友在一起 为此我们曾经探讨过友谊的品质 你和我都很容易了解那些天天与我们在一起的朋友 同样的我们必须将神当作这样的朋友来亲近他 学着以那种方式来独处 将会使你觉得更能掌握独处的意义 好在这里我们稍微停下来 我们来思想一下作者所要表达的是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独处就是远离所有的亲朋好友 不然我怎么独处 一堆人当中就大家都一起相处 可是在这里我们发觉 他所提醒我们的独处 其实是跟你最好的朋友就是神在一起 除非你不认为有 或者你跟神不是一个好朋友 那就麻烦了 那个独处叫做孤独 特别有可能就感觉是被关在一个黑房间里面 那种好孤独 不是 所以在这里作者要提醒我们说 其实独处是跟你最好的朋友 就是那位有能力的神相处在一起 那我们甚至不用讲话 神也甚至不讲话 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思念 我们觉得念头会有一些思考 可是就没有人跟你用现有的话语来跟你对话 但是在这样一个相处当中 其实是一个最高的品质 有一些广告说某些机械最高品质是什么 近悄悄 大家都听过这种广告 为什么那个机器很吵的 最高的品质应该是近悄悄的 我们跟神独处到一个程度 那个品质就是静悄悄的 但是你知道神跟你在一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作者继续说 在独处当中我们学习如何更靠近神 并且是静静的来向他敞开自己的生命 我们主要的操练已经是不考虑祷告了 这是第一段的 第一章的时候是讲到祷告 向神说话 或者说我们也不再是在默想 第二章是谈到默想 是专心思想神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章了 所以独处是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让神在我们向他敞开自己的时候 充满我们的生命 十篇四十六篇第十节 就是今天这一章的主要经文 就是我们要安静 让我们知道他是神 那这样一个体验 就是在独处当中去提醒的 这段经文不断的在提醒我们 接下来作者就用了一个人物 他是讲到旧约的雅各 也就是以色列的祖先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的这个雅各 他在他的逃亡历史当中 他经历到与神独处的那一刻 当年他跟哥哥为了抢长子 逃亡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去 在逃亡的路上 神向他显现 他看到有天梯开了 那看到神 所以他说立了一块石头 说这是今年神在这里显现 之后呢 他去到他舅舅那 被舅舅骗 他骗了人家 现在被舅舅骗了 就弄了大概将近20年以上 好不容易他要再回家了 带着两个妻子 两个妾 还有他所生的孩子 然后要回到他原来 这个爸妈的地方的时候 在那个当中 他面对一个压力 一个恐惧 因为不晓得他哥哥 到底有没有原谅他 他哥哥很可能 照他路上得到消息 他哥哥带了400个人 来迎接他 不过你想 400个人 好恐怖 你带两个人我可以接受 你带400个人 来打我 可能把我给杀了 所以 雅各其实是很紧张 很害怕的 不仅仅杀掉他 把他的太太小孩 都可以做掉的 所以在这个当中 他那一天晚上 神向他显现 他抓住神不放 那是独处 作者说那是一种独处 因为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真的只能抓住神 那这是雅各 接着他也提到了 在这本 喜乐图经的书里面 他接着说 事实上呢 历年来许多的 男男女女找神的时候 都曾经体验过一种渴望 就是渴望花时间 与神在一起 那这个渴望呢 是随着想要体验 在神面前 所能领会的生命 而产生的 所以你曾经有过经验的时候 你就发觉 上一次那个好美 所以我还会再要 作者就讲 耶稣其实就示范出 这样的渴望 在福音书里面看到 主耶稣是经常 退到旷野 退到山上 或退到海边 在没有人的情况之下 他与神这样 独处 就是一个与神独处 还有一个更特别的 就是在 克西玛尼渊的时候 他带着门徒去 可是门徒就睡着了 所以那一刻 他还是跟神这样 独处 独处 所以这是 可以看到 主耶稣的一个榜样 那么接着呢 我们继续来看 作者提到说 就某种意义来说 祷告 默想独处 都是我们基本上 需要花时间 与神在一起的一种 生活的一个步骤 我们需要 让他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花时间 跟神谈话 叫祷告 花时间呢 来思想 他的指引的方向 叫默想 那么单单的 与神相处的操练上面 这个独处呢 就是什么都不说 可不可以呢 这是另外一种操练了 但是他觉得说 这样子是不是 在灵命成长当中 是一种秘密呢 其实他说不是的 不是什么新的秘密 去读新旧约圣经 读旧约历史 或读教会历史 我们都能够看见 圣徒们花功夫亲近神 而圣徒们呢 都知道 如何在独处的时候 亲近他们内在的能源 就是来自于 神的那个大能 使徒约翰 在写圣经最后一件书 启示录的时候 他其实也正是 孤零零的被流放在一个海岛 但是他看到神 神向他说话 所以这个读处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 他最后做了一个小节 在今天信息当中 我们就请语言来读 最后一段的小节 作者说 历代以来 有一种属灵神秘的潜能 直接的从上头而来 借着与神本身的关系 是你和我想要 静悄悄的进入那能源的方法 他在等候着我们 他正在等你 旧约时代的人 经历过与神的关系 新约圣经中 保罗说 神能供应我们的一切需要 但你和我需要花功夫 单独与神在一起 在静静的时间里独处 我们一直想说 要有神的大能 与我们同在 可是我们如果不能够 跟神独处 那就得不到 这是相对应的 可是我们常常是矛盾 就是说 我们不愿意花时间 与神独处 但是我们需要神 给我们大能的能力 这是有冲突了 所以在作者他说 过去几年 他发觉最有效的独处 必须要确实严格的 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关起门来 不是把自己 关到黑暗的角落 而是要花时间 独自与神在一起 想要发展任何深切的关系 都需要花时间 单独与对方在一起 那何况是我们跟神 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不例外 我们自己这一方 要约束自己 因为神不会说 把我们关起来 这样太恐怖了 对 那我们必须要有主动的 当我们想要花时间 独自与神在一起的时候 就必须要远离世界 而作者说 他就是这样做的 这是他提出 他的一些见解 跟他的看法 还有他自己的做法 那么现在来 最后我们也有一些时间 两位同工 就讲到独处的时候 你自己认为 现在对你来讲 如果一讲到独处 有什么困难吗 或者有什么 有一些比较 要需要突破的地方 我觉得对我而言 独处的困难 就是我的脑袋 还是会不停的转 即便我一个人了 旁边应该没有会引起 我的注意力 会分散的东西 但是我脑袋里面 还是不停的 在转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想法 这很真实 让我没有办法 很安静的 就是与生独处 这样讲 我觉得 语恩你讲的 这个情况 其实我们可以把 现实情况 当然因为你还没结婚 我们做结婚的夫妻 常常就是 对着太太 然后在想 不能说想别的女人 在想别的事情 你会发现 这样的想法 就是对对方 不是很礼貌 那你就发觉 这个互动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 很好的提醒 就是让我们不要 用别的思想 来代替 跟对方独处 特别是跟神的独处 好 这是语恩你提出来 那立心呢 我觉得我跟语恩 有共同的难题 就是心里面 常常很不小心的 就会分心了 然后就会想到 好像突然又想到 什么别的事情 或是可能在独处 在静默中 可能是在读经 然后读着读着 觉得 这个经文 我应该要分享给谁 他很需要 他很需要 然后又去想到别人 就会 好像与神独处的 那个时光 是一直被打断 被干扰的 说不上是 很优质的时光 这就是我们跟神关系 同样的需要调整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讲说 反正神每天 都可以找他 今天这个独处不行 那下回还有机会 所以我们就 不会专注下来 我想这是 在我们实际生活 体验当中 也可以来交流的 好感谢主 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跟分享 节目进行在这 也接近尾声了 在这 要跟你说再会了 我是袁泽赞牧师 我是丽心 我是宇恩 袁神称宁 平安喜乐 拜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